考古发掘被牺牲为研究历史,保护文物,而这些工作者就是我们所说的专家,位于河南上菜被发现一座古墓,引来了不少考古专家,经过现场的勘察发现了大量的稻豆,遗址几乎成了一片废墟。 专家们表示此墓已经毫无价值,非常遗憾,此墓的损坏程度非常严重,找不到任何价值的线索,只留下少许破碎的木砖,基本上可以断定为春秋时期的墓。 从现场的十余处稻洞可以确认,此墓遭遇了大量稻木贼,墓中宝贝肯定被捣干净,甚至连墓碑、墓砖都没有留下一块完整的。 无法证实墓主身份,又没有价值的文物证据,专家们就说这墓已经废了,放弃发掘。 当地百姓听说既然不发掘就等于不保护,还留在这里干什么,直接炸开此墓看看墓里到底是什么样子。 很快就有上百人参加了挖掘,挖开墓穴发现里面狮横遍野,横七竖八的尸骨,起初大家认为这一些尸骨应该就是陪葬。 淘青残土和流沙之后,奇迹发生了,墓中堆满了器物以及一口被人破坏了的棺材,引起了百姓哄抢,还发生了打架斗殴,再次引来了考古专家。 最后,百姓们一件文物也没有带走,都被专家拿去鉴定,经过鉴定这些文物就是春秋时期的文物,而这些横七竖八的尸骨并不是陪葬的尸骨,而是众多盗墓贼的。 原来这一座古墓修建石几乎用尽了当时所有的防盗措施,盗墓贼几乎都死其中,而百姓们的挖掘方法杂乱无章,甚至启动了炸药,所以才挖出这些宝物。 只是很可惜,专家们可能永远都没办法知道墓主的身份了。